上期节目在更换完米其林Cup2轮胎后 我们的仙背思域猫咪变老虎 圈速提升8.34秒 与FK2 Type R的圈速差距瞬间缩转到不到3秒而已 仍然惊呼轮胎在改装件中的主宰者一般的地位 而抓地力大幅提升后 刹车系统则释放出了求助的讯号 这期节目我们要用蓝色大卡钳 来助力仙背思域 更大力 更持久 基本上所有在看这条视频的人 把你的可以正常通过年检的车开出去 大力的制动起来 你都一定可以去锁死你的前轮 然后或者说去触发你的ABS的系统 这时候他们已经足够大力了 那你为什么要去升级你的刹车系统呢 简单点说呢 大尺寸的刹车不仅可以提供更强的制动力 更重要的是呢 能够让这些制动产生的力量更好的分布 让产生的热量更好的分散 也就是说 换刹车的主要目的 不是去大量的缩短制动距离 而是让你在长时间的激烈驾驶 或者赛道驾驶过程中 可以保持一个有更持久 更稳定的功能力 好 首先我们先来聊刹车盘啊 那么刹车盘 基本上大家的印象就是越大越好 那么这个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越大的刹车盘呢 你可以去匹配更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些刹车片 来让刹车片和刹车盘的接触面更大 让夹解力更均匀 然后它的散热也会更快 同时呢 它也会让制动的这套系统啊 它在同样的这种制动强度下的负担会更低 也就是说耐力度会更强一些 那么刹车盘其实也会有很多种形式 我们最常见的或者是最普通的就是 OK 就是一个刹车盘了 一个圆形的铸铁的零木件 然后上面是一个很光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大家在改装的一些车型 或者高性能车型上 经常会见到上面会打了很多孔 我们叫打孔刹车盘 那这种刹车盘的优势就是 这些孔呢 可以让比如说外面的冷空气进去 然后呢 把里面的热空气挤出来 去增强这个刹车盘的散热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开裂 然后我的GTR上原厂就装备这种打孔刹车盘 经过几次塞到日落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 就是有很多一条一条的这种裂开的这种纹路 接下来呢 就是刹车盘 基本上我们剩下这四款 都可以算是刹车刹车盘 虽然它们上面这些纹路不同 但是它们的功能是类似的 首先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刹车盘并没有被这个刹车打穿 也就是说空气并不能够穿越这些纹路 所以它不会有额外的散热的效果 但是呢 这一些纹路是可以不断的去刮除 这个刹车片表面那些粉尘或者杂质 来保持刹车片和这个刹车盘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 来提升刹车系统的这个制动的效率 好 那么接下来聊刹车碟的形式 首先一体式的刹车碟 这个也是原厂上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 就是里面和轮轴相连的这个内圈 和实际制动的这个外圈 它是一个零件 铸造而成了 然后呢 就是浮动碟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CTCC 赛车上的这个碟 它其实尺度上大很多 但首先它的重量其实跟这个更小尺寸的原厂叠 是差不多的 它其实是有两个零件 它的外圈是一个零件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内圈也是一个零件 大家可以听到 这两个零件虽然安装在了一起 但它中间是有缝隙的 也就是说它 你看它是可以相互之间有一些这种 虚位可以移动的 这是为什么它叫浮动碟 那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是让刹车更耐高温 在高温下不容易变形 因为中间它是有缝隙的 所以这个刹车很热的这个外圈 它其实是在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自由的进行膨胀 也就缓解了这种刹车受热变形的可能 那么另外一点 这种设计的好处就是 它中间是可以用和外圈不一样的材质 比如说这个高强度的 轻质的这种铝合金的一个材料 整个刹车碟 它的重量更轻 然后再还有点优势呢 就是你可以这个刹车碟废掉了之后 你只换外圈而不用换中心盘 这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部分的成本 那这种浮动盘有什么弱点呢 那当然 大家也听到了 它是非常吵的 所以你在民用车上 如果用这个刹车盘的话 你的噪音会非常大 那么当然这种刹车盘 它的工艺会更加的复杂 而且所以它的成本上来说 也会比一体式的刹车要贵属一些 接下来就是刹车的材质了 那么基本上我们面前的这些 都是属于这种金属的刹车盘 它是由铸铁或者混碳的 这种铸铁钢材来制作而成的 那么其他呢 还有比如说像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等等 那面前的这些刹车盘 我们可以看到 像AP的两款 其实已经用过了 它的表面就已经是 就是很亮的 这种金属的一个造型了 那么另外两个是全新的 比如说像这个A-SPEC这一款 OK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表面是一个灰色 那这种灰色 其实并不是说 你使用了之后也是这样 它其实是在表面一种防锈的涂层 这种处理 让比如说产品在一些这种长期的储存 或者运输的过程中 不会因为湿气而产生这种 锈石的这种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 像配安德里斯这套刹车盘上 也有边上也有这种 白色的这种喷纱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同样也是防锈的一个效果 同时这个上面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小细节 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知识 你看它上面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油漆 那么它们都是温度标识的油漆 它们会在不同的温度下变色 比如说如果这个粉色代表的是500度变色 橙色是600度变色 而绿色是700度变色 那我跑了一场比赛下来 然后我发现绿色没变 但是粉色和橙色已经变色了 那我就知道这个刹车盘最高的工作温度 差不多是在600度左右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调整 对应的刹车片 刹车油或者说我就去提高 我刹车管路的一些散热的能力 好那么聊完了刹车碟 接下来就聊刹车卡钱了 基本上你越大的刹车卡钱 你就可以装下更大的这种刹车片了 你刹车片越大 它能够带来的这种 制动的综合性的这种性能 都会有一个提升 那么卡钱最好的就是一体式锻造 我们这个所有的刹车里面就只有 我们CTC场队上用的这个AP的这一款 是一体式的锻造 你看它是中间没有任何接缝的 这种单片锻造的卡钱 是在这种一个完整的锻造出来的 CNC的铝胚上雕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在大力制动的时候 它的强度很高 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形变 来给到更加稳定的这种制动力 然后以及坚实的这种踏板的反馈 也就是说这个脚感会更好 当然好东西都会很贵 那么其他的这些品牌 他们这些产品线其实也做的是很不错的 但是他们会使用一个更加高性价比的方式 比如说像A-SPAC的这一款产品 就是采用了一个叫双片锻造 那左边是一块 右边是一块 它通过螺丝把它拴在一起了 这种双片锻造的这样一个形式 当然刹车盘和卡钱 大家也不用去追求过分大的这样一个尺寸 因为过大的尺寸 通常就带来更大的一个重量 如果你的车的马力不是很大的话 其实会给你的这些操控 包括加速等等 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讲刹车的活塞 像这个原厂的刹车 它就只有一个活塞 在这一边有一个活塞 来去推这个刹车片 除了单活塞之外 像双活塞 四活塞 六活塞 甚至上面的一些改装件 或者原厂甚至有配到 比如说12活塞 甚至十几个活塞的这种卡钱 都是存在的 其他主要就是根据 你刹车片的大小来决定 如果你刹车片很大 你只用一个这种 很小的一个单活塞 那其实你就在这里 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推力 而两边的力其实会很小的 那么刹车片的发力就会不均匀 甚至会让一些这种机关的情况下 让刹车片会变形 都会去影响 刹车片的寿命 以及制动的效果 那么刹车活塞的尺寸越大 或者说数量越多 它在同样的踏板的 制动压力的情况下 制动力就会越大 因为F等于P乘以A 你的这种接触面越大 你的刹车的力度就会越大 同时也会让你的发力 和刹车片的磨损 更加的均匀 大家很明显可以从 Andless这个卡前的活塞上面可以看到 这边是刹车盘进入的位置 这边是刹车盘出去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静的这个位置 活塞是最小的 中间其次 然后后边最大 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首先这并不是为了美观 因为你从外面也看不到 它主要的目的 也是让刹车片的这种消耗 或者是制动力 可以来得更加的均匀 因为刹车盘在刚刚进入 刹车卡前的这个部分 它的工作量是最高的 然后它的这个刹车的这个温度 你看你的这个刹车碟 从这里进来了之后 在这里加热 加热 加热 也就是说在后边的这个位置 刹车盘的温度是最高的 那么温度越高 它这个刹车的效果是越低的 所以为了保持更好 更均匀的刹车力和刹车片的磨损 后边会用一个更大的 这个刹车的活塞 来给到这种力量上的一个补偿 除了数量和尺寸之外 竞技的卡前在这种活塞上 其实还有很多小心思 比如说你推刹车片的这个面 这个活塞是做了很多凹凸起伏的 这样的一些设计 包括你看它的侧臂 做了很多打孔的这样的一些处理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刹车片工作时候的 这些高温 更适合地传递到刹车的 这个卡前的活塞上 因为活塞是被这个刹车油所推动的 那么这个活塞 如果被加热到很高的一个温度的话 这个管路里面刹车油会很热 就容易造成制动力的这种衰退 接下来刹车片 刹车片其实长得都差不多 就是一个长方形 大概就是长这么个形状了 区别就在于尺寸以及配方了 首先尺寸刚才就已经提到了 你的刹车片越大 你的这种同等踏板压力下的 这种制动力就会越强 同时在赛道这种高强度的驾驶下 它的这种耐角度 包括耐高温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 那么刹车片的材质 通常就会有这种半金属 全金属或者非金属 包括刚才说的这种探陶瓷的这种类型 刹车片的这种摩擦系数不能够过高 如果你过高的话 就会很容易去锁死刹车 但自动系数又不能够过低 因为你过低的话 又不能够去提供足够的制动力来完成减速 所以刹车片的开发商 基本就会把摩擦系数控制在 差不多0.3到0.5左右 然后我能够拿到的数据 就是像这一款A-SPEC的刹车片的摩擦系数 就是在0.48个Mu 所以它是属于这种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 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配方 好 接下来就是工作温度 像普通的这种轿车的刹车片的工作温度 差不多是在100到500-600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而赛用的刹车片可以在500到1500度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给大家一个参考 也就是说普通的刹车片 可能已经接近了这个工作的温度极限了 这种赛用的刹车片 才刚刚开始进入工作的状态 但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这种高温的近期刹车片 它是在低温或者低强度工作状态下 它的工作能力是很差的 所以也就是说近期的刹车片 很多情况下它并不适合 接到低强度的一个使用 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实际的使用环境 来选择这种适合的 或者是说工作温度相对宽泛一些的这种刹车片 比如说像A-SPEC的这款 它的工作温度差不多就是从50度到750度 基本上日常使用和一些相对竞技的情况下 都可以去照顾到 接下来刹车油 那么同样竞技的刹车油 也是为了这种高强度高温的 这种工作环境而准备的 通常刹车油都会被给予一个叫DOT的级别 DOT是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美国的运输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缩写 它们用来标注某一款刹车油的这样的一个费点 它有干费点和湿费点 通常DOT这个数值越高 它的费点就越高 那么为什么刹车油的费点要高呢 就是如果你费点不够高的话 你经过了一些高强度的驾驶 你这个刹车油沸腾了 也就是说你的液体变成了一些气体的话 你的刹车管路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气泡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踏板 一个是行程会变得很长 然后你的这个制动距离会增加 然后你的脚管变得很差 就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你的制动效果 甚至可以说你的刹车油一旦开始冒泡 或者开始沸腾的话 你的这个车已经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下 你马上就要进行散热或者停止激烈的驾驶了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刹车油也是比较容易去吸收水分的或者潮气的 平时你可能低强度感觉不出来 但是你只要移到这个工作的温度 这些湿气也会产生一些气泡 同样也会去影响你的这个驾驶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做刹车排空的一个保养 甚至去更换整套的刹车油了 接下来呢最后一个板块了 就是刹车管了 那这是一个来自原厂车的刹车管 你可以看到除了连接界之外 都是采用了一个这种像胶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种胶管其实在日常这种工作的强度下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遇到像比如说高强度啊 或者比赛的环境下呢 这种胶管它就容易在高压 压的这种制动的状态下 会比如说管路会进行一个膨胀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脚感就会有影响 你的这个制动力距离就会变长 你的制动力就会有这个浮动 这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赛用或者改装的这种刹车的管路呢 都是在这种胶管的技术上 会增加这种双层或者多层的 不锈钢丝的一个缠绕 来让这个管路有更强的抗压的能力 让车辆在极限制动的时候踏板的 反馈更加稳定 制动的距离更加的稳定 也可以让车手更加细腻的去控制制动力的一个输出 好 那么聊完了这个刹车本身的种种硬件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去降低刹车整个系统的工作温度的一个点 就是给刹车去做导风和散热了 这个呢是我们CTC厂队的思域上用的一个非常专业的 全碳纤维很轻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盘 这里有个开口啊 这个口呢是接在一个很粗的一个导风口上 另外一边呢是接在比如说车辆前部的这个包围上 大量的冷风会从这里灌进来 然后这块片呢会放在这个刹车盘的后面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罩子会让这些冷风均匀的会扩散到整个刹车片的这样的一个背部啊 来做更好的一个温度上的一个控制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块做的非常精美的 很像F1上拆下来的这样一个纯碳纤维的小的这个刹车的导风口 你看从这里风进来了之后 这块零部件是扣在这个刹车卡钱上呢 就可以给整个刹车卡钱来进行一个散热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刹车准备安卓上我的FK7来看一下 自动升级之后的一个表现 像Andalus EC670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尺寸宽体卡钱 对于轮圈的选择更为讲究 需要匹配ET值更为激进的轮圈来避免服调 与卡钱本体产生干涉 同时安装卡钱的定制桥位 以及对应匹配的刹车管路必不可少 前期需要多做功课 安装完毕后接下来进入赛道测试 我们完成了加速和制动的成绩采集 结果非常有意思 由于装载了大尺寸的六活塞卡钱和355毫米的刹车碟 FK7的皇下质量有了不少的增加 导致在加速成绩上反而比之前要慢了大约0.1秒 在制动成绩上仅改装前刹车的FK7不仅未获得预期中的提升 平均制动距离反而比原厂还长出了约0.4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是在前轮制动能力大幅提升的状态下 少量的踏板压力即可触达前轮的抓地力边缘 而此时后轮原厂的制动只给出了少量的制动力 后轮在制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全原厂时还少出了不少 因此整车制动距离反而比之前更长了 不过Endless的制动成绩非常的稳定 几乎保持在完全一致的距离 而原厂刹车则有相对较大的震荡 成绩的浮动可以达到约1米左右 这个刹车真是轻轻一摸 制动力就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很多地方我要让这个制动力 或者踏板给的力量要稍微小一点 刹车换上 然后再完成了一个10圈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我们同样是取了前三圈 来作为我们的实际计时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然后它的成绩有提升 但提升的并不像之前的短黄或者轮胎一样 会给你提升的那么多 提升了0.92秒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它的稳定性明显明显 是要比原厂好太多了 这个刹车就感觉工作起来非常的从容 我们刚才量了一下 这个刹车碟的温度才120度 那算上我们做了两圈冷却 我估计它的实际的工作温度可能300度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上面的高温的油漆 最低的温度是430度 那个绿色那个完全是没有变色 也就是说这个刹车碟并没有达到400多度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温度 那么其实这也给了我们一些提示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配方的刹车片 我们在思域上 你目前这个动力并不需要特别高温的刹车片 那个原厂的刹车就是 你激烈驾驶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的制动力是有一定变化的 但这个采取非常的坚实 而且它的摩擦力感觉很稳 咬合力很好 而且发力也非常的均匀 没有什么上下起步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给我的特别的印象 就是目前的这个安德里斯六活塞卡钱去配 这样的动力 这样的车重 这样的卡普2轮胎感觉有点过剩了 卡普2本身已经很抓地了 但是这个卡钱 我感觉又胜过了卡普2的这个轮胎的抓地 可能要配上全轮轮胎 才会更好的一个匹配 那当然又去到了一个更加激进的一个状态了 我觉得以现在这个车的状态 可能有一个四活塞的安德里斯 或者像我们演播室里的那一套 小六活塞的A-SPAC 甚至在这种小的赛道上 因为它的这种刹车力 它从轻到重会有一个更线性的一个表现 没准还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这套刹车可能会有一些过大力了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套六活塞的卡钱上车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身份的一个奢侈品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彰显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颜值 它的一大半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剩下的赛道上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已经是在意料之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圈速方面 安德里斯获得了约0.9秒的圈速优势 主要原因归功于升级后的刹车发挥稳定 能让驾设更好的判断制动点和制动力 对于轮胎的发挥也更加友好 刹车改装完毕 但轮胎升级后带来的更多测轻问题尚未解决 下周四育计划我们将升级防清杆 记得点赞关注一起来看看 除了让姿态更好 这两根铁棍能带来多少性能的提升